第一时间 关时事解决事 大家好 我是远山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 是关于全球对中共太多的新闻 据最新的全球民调显示 若中共武力犯台 则半数受访国支持断绝与中共的经济关系 此外 居然超过八成的中国受访者 认为中共国是个民主国家 专家分析 这可能和受访者不愿公开反对政府有关 据美国之音1号报道 德国民调机构Latana和国际非盈利组织 民主联盟基金会 于3月30号至5月10号 针对全球53个国家 总共52,785名受访者 进行了一项名为 民主认知指数 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的调查 并在5月30号发布了调查报告 俄乌战争是影响今年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 当被问到是否因为这场战争 他们的国家应该切断与俄罗斯经济往来时 受访的53个国家中 有31国民众倾向于与俄罗斯断绝关系 且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援助乌克兰 然而全球也有近一半的人表示 欧盟、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与俄罗斯入侵期间 对乌克兰的援助还不够 有43%的人表示他们做的对 仅11%的人表示他们做的太多 但被问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 受访者的国家是否应该切断 与中共国的经济往来时 有26个国家的多数民众表示 他们的国家就应该如此 这些国家包含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等 许多与中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合计占中共国贸易总额的超过53% 也就是2兆3000亿美元 约折合新台币67兆 受访的53国当中 对俄罗斯正平仅有11个 只有22国正平中共国 西方民主国家 尤其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跟韩国 对中共都是扶贫 还有45国正平美国 甚至50国和51国分别肯定了欧盟和联合国 不过有超过83%的中国人民认为 由中共统治的中国是个民主国家 并有高达91%的中国人民同意 民主至关重要 这真是非常讽刺 更多受访的中国人民表示 打击腐败应该是中国政府的三大优先施政项目之一 其次才是减评 那他政治研究顾问戴维奥 对新闻周刊Newsweek表示 这可能是因为中共与越南等一党制国家的人民不想公开反对政府 也可能是他们是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出于为多数人的利益形式 另外调查显示 90%的国家表示 言论自由公平选举与平等权利对他们的国家很重要 其中拉丁美洲国家民众有83%认为言论自由很重要 是所有的受访者当中占比最高的 至于亚洲国家呢 这是59% 其中日本台湾和韩国看中言论自由的人数分别占比是44% 54%和59% 只有少数国家如俄罗斯 中共和新加坡 沙烏地阿拉伯和马来西亚 仅不到五成民众看中言论自由 尽管如此 73%的台湾人仍然认为台湾是民主的 全球则有41%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国家民主不充分 这种不满不止局限于非民主国家 在美国欧洲等拥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 也非常不便 中国的民运人士 非营利组织美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 向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和中国的最大的区别 是民主和专制 这是台湾在中共国的武力攻台威胁之下 对抗中共和自我防御保护的 非常重要的指标 他还说 台湾在新兴的国家当中 各方面指标均非常好 西方若干老牌民主国家 包含美国和西欧等国 对台湾也是赞扬有加 甚至很多方面 比老牌的民主国家运作还要好 好 我认为以这项最新的全球民调来看 中共的对外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因为要触犯众怒可不容易呀 有些政评是因为有关系纠葛 或还没有受害而已 此外 居然超过八成的中国受访者认为 中共是民主国家 我认为真是划天下之大忌 除了专家分析 可能和受访者不愿公开反对政府有关之外 最大的因素 当然就是因为中共的洗脑手段 毕竟真实消息都被他封锁住 人民很难看得见吗 中共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 偏偏中国人民还行 要真是拿到外面去讲 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那么如果中共此时真的犯台 以民调来看 26国政府若真都以人民意思来制裁中共 那么中共的对外经济就要腰斩了 而且别忘了 目前中共由于采取清零方针因应疫情 动辄封城的严苛措施重挫了出口 提高外资撤出异象 分析师之志 中共在国际供应链中的角色正在褪色 这么说的话 那对中共可是双重打击啊 最终受苦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好 刚才讲的是第一个话题 接下来要谈的是关于台湾局势的新闻 据中央社一号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 5月30号率团来台 即间进检总统蔡英文 并和台湾政界领袖交换意见 并强调 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 不仅是军事上 也是经济上的 6月1号下午1时 达克沃斯结束行程离台 没有发表谈话 登机前向宋级人员挥手告别 不过正知他率团访台时 共军东部战区1号宣布 最近要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战备警巡 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干事长郑云鹏对此表示 台湾欢迎各界政要访台 不会受到中共任何的武力影响 他还说中共的不同程度的威胁 这两年来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这也是国际上对中共警戒越来越高的原因 周云鹏强调 中共用武力在周边国家展示权威 威胁世界和平和现状 显然是要表现中共是亚洲老大的心态 对台湾来说 当然得有自我保卫的决心 也要跟美国日本等国家保持友好互动 这是国家利益 郑云鹏认为 中共是在对内喊话 要减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国内疫情控制所引起的民怨 安定内部的人心 这是中共常用的高压政策 另外 共军不只是喊战备警巡 呛声美台 以前中共海警船还骚扰了一艘 正在进行台飞联合海洋任务的台湾籍研究船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此表示 台湾利益号科研船是国立中央大学与菲律宾大学 共同合作的 在菲律宾旅宋岛西部海域进行联合海洋科学的研究计划 欧江安接着说 台飞间进行海事科学研究 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的国际法规范 中共海警肆意骚扰的行径 不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台湾和菲律宾 从事科研的权利 更危害区域海域的稳定及安全 外交部予以严正谴责 台湾坚决反对以恐吓 胁迫或者武力方式 侵害他方在国际法下享有的权利 好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中共最喜欢画红线了 他常讲只要美国或台湾怎样 他就怎样 不过呢 最后都是一退再退 退到连中国人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共军这次战备警寻 也只是叫嚣而已 丝毫不敢出手 要是真敢出手 那不是老寿星上吊 邪命长吗 再来讲到中共海警船的问题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灰色地带威胁 中共从2021年2月实施海警法 给海警船舰配置重火力 加剧的区域紧张与潜在冲突风险 2022年初 中共更是把056巡防舰移交海警 并成为重火力海警舰 因为该舰的满载排水量大约是1300吨 还配备了舰炮 防空飞弹 反舰飞弹 跟反潜鱼类等 大家等着看 我敢肯定 未来中共海警船绝对会制造出更多的时段 我做个总结 我在节目中提到全球对中共暴露 而且若中共犯台 则半数认为切断与中共经济联系 另外 我还提到中共以武力威胁台湾的新闻 并认为中共海警船未来绝对会惹出更多的冲突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恳请各位订阅分享和点赞 您的支持就是我做好节目的最大动力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发表高见 我们下次再见